火事一發不可收拾 這是新竹縣今年在生意園區 舉辦的消防演練 逼真的場景出動了各式救災設備 與車輛 這次特別前進有許多化學品的工業區 舉辦防災演練 期望業者與消防單位都做好 萬全的準備 那我發現我們所有的 這個救災人員表演得非常的 演戲得非常的逼真 而且非常的成功 那因為我們知道 竹北聲音是我們國家的 重大經驗計畫之一 那我們希望在這裡 能夠做到零災害的發生 所以我們必須要防災 同時要離災 多一分的準備就少一分的損失 雲梯車不僅能迅速 救到高樓層的民眾 更能夠從高處灌水滅火 完善的救災裝備 連鐵卷門都能夠迅速拆除 這次新竹縣消防局 更首度曝光日本高規格檢驗的關東梯 演習視同作戰 這次演習成功將傷害降到最低 我們今天演習特別引進了 我們關東梯的一個救災的一個引用 那最主要關東梯它的這個材質 相較以往我們的雙截梯或三截梯來講 它比較堅固而且也在比較輕 所以我們人員 比如說它的體重60公斤 在家裝備下來 大概會有八九十公斤的一個重量的時候 壓在那個雙截梯上面 它其實看起來相當危險而且會有晃動的一個情形 那增加了在救災過程裡面的一個 不安定的一個危險性 所以我們這一次引進這個關東梯 它就剛好可以克服這些缺點 讓我們通常在執行救災更有一個安全的一個保障 火災最重要的就是把握時間 工業區員工這次也一起參與演習 平時多準備才能在緊急時刻派上用場 不僅能夠拯救更多人 也能夠讓自己遠離危險 台坡新竹 陳洛宜宏 採訪報導